各种领域都有明星 运动赛事 娱乐圈 娱乐圈里面分戏剧跟歌唱界 而北韩的民众呢 现在是不得不关注一个女孩子 那么就是金正恩在任何场合几乎都带着的金主二 金主爱呢 是金正恩的二女儿 比方像八号的时候 这个小孩子登上了阅兵式的主席台 金正恩让金主爱抚摸脸颊 露出慈肤笑容 其实从去年11月金主爱第一次亮相之后 在四个月内金主爱五次公开现身 而且他的父亲都选在重大的军事场合 北韩宣传了保卫下一代的政策 为永和找到了理由 那么据了解呢 金主爱现在已经被清点 金正恩要找他当接班人 而且下达了更命令 要求北韩凡是同名主爱的小孩子都要改名 一步步把金主爱打造成下一个神话 稳固金氏政权 金正恩二女儿金主爱首次现身北韩邮票 北韩当局14号公开的八张新邮票当中 有五张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照片把火星17型导弹 和人民军部队士兵当背景 再配上核强国标语大展军威 金主爱从去年11月首度露面之后 就接连跟着金正恩亮相 八号晚间执行的建军75周年阅兵式 还一起登上金日成广场主席台 妇女俩在镜头前互动亲密 金正恩大方让女人摸脸 露出难得的慈父微笑 阅兵活动当中就连象征白头鞋筒 最高尊贵身份的白马骑兵队 也公开了金主爱专属作祭 而护卫队喊出的口号更加耐人寻味 包含护卫处警卫局 护卫局和护卫司令部在内的 北韩四大护卫队 以保卫金氏家族生命安全文明 后生能够在发生政变时 靠一己之力进行镇压 这次亮相强调保护白头鞋筒 也被解读为金正恩似乎对政权感到焦虑 北韩官媒把美光灯聚焦在志气未托的金主爱 且五次亮相都在宣扬国威的场合 官策认为金正恩有意让女儿接班 那一向被称为二把手的包妹金宇正 地位难道深变了吗 镜头捕捉到在阅兵式上 金宇正被安排站在不起眼的角落 与金主爱形成强烈对比 尽管金主爱是否接班还是未知数 但北韩官媒力捧小公主无庸置疑 甚至还有消息传出 偏让当局近期已经下达更命令 强制要求与金主爱壮民的民众 在一周之内改名 北韩靠着造神维稳政权 不允许百姓与领导人今是一家聪明 包含日成 郑日 郑恩 雪主都是取名大计 如今主爱也列入其中 白头协同偶像化政绩又再添一笔 保护下一代是金正恩为永和找的最新理由 而在物资匮乏民不聊生的防疫所国时期 北韩正式靠着一次又一次的 骇客行动掠夺资金 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资料 北韩至少已经窃取十亿美元以上的加密货币 用于投入核武研发 南韩政府最近首次针对北韩虚拟领域发起制裁 将四名北韩骇客及七个北韩机构列入黑名单 南韩国情院也与美国国安局首次共同发布 防范北韩网络攻击建议书向国际社会提出事件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稍�를订队 经纪维顶 证 Prophet parfois 不,呢 喜好